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兵分多路待访8名涉案犯险盗案说明后 扣得犯案工具8日依刑法强制罪重伤害等遗请南投地检署侦办 并经法院裁定犯险羁押禁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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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警方于2月25日午时许巡逻行进南华路时 见一名男子边骑车边吃水煎包 原子想上前劝导 却见该名男子神情紧张 延迟闪烁 便询问是否有携带伪禁品 该名男子边拿出口袋内的物品时 边露出尴尬的笑容 远警见他一点心虚 又一直紧握着右手 察觉有意便告诫他 身上如果有违禁品的话 就自己拿出来 随后果然发现 男子握在手里有一包安非他命 当场将其逮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